老公 這次喬21日美美出席 區城市集點活動 難得大方分享 跟老公沈憶如時下小情趣 老公 他就會說 幹嘛 幹嘛 又要我洗衣服 還是要我掃地 還是要我 沒有很會啦 應該是說 天蠍座的心機還是天生的 就是可能要達到 某些目的的時候 很自然你就會有一種 謀略或是一種語氣就會出現 應該是說成功紀律很高 因為如果不會成功 我幹嘛嫁給他對不對 這人就無用嘛對不對 沒有 我覺得他把我當小孩 我記得我有一次了解 訪了一個很資深的編輯 然後他說 他是他老公的大女兒 我回家跟我老公分享這個想法之後 他非常喜歡 他一直叫我大女兒 叫到我都說太噁心了 不要再叫大女兒 就他非常喜歡這個概念 那你最近跟老公多久你見面了 他好像就過完年吧 沒有辦法 就到現在 很久 你這樣就沒有辦法吃什麼 就是可能還是要見面才什麼 對 就是沒辦法的事情 其實我們不排斥啦 但是沒見面就沒可能 一年才見一次真的太少了 不過聊到最近媒體報導 陳怡如猶豫重組飛輪海這個話題 喬喬也回應了 什麼重組團體對不起我不知道 這個 飛輪海 他要重組團體什麼 對啊 你是說直播嗎 對啊 就是大東有趣 喔我知道啊 這樣算重組嗎 知道他們有一起直播 然後 可是我沒有聽到重組團體這個概念 連老婆都滿 那我們兩個人滿特別 我們不太干涉對方的工作任何事情 那你自己覺得有可能嗎 什麼可能 有可能他們再次合情嗎 全部嗎 那要問他們吧 我不知道 但是我聽都沒聽過 所以 我不知道耶 要看他們自己一點 嗯